我們現在要開始交的這東西叫做電 我們的山上的崔崎末交的叫做直流電路 然後山下的一開始會再交一些電流熱效應 那我們要先講的叫做靜電 靜電 古希臘人就發現 摩擦後的琥珀可以吸引一些小東西 他把這個現象叫做電 把這個現象叫做電 這是古希臘人說的 中國的古書上也有提到 頓膜挫戒 這個意思也是一樣 摩擦的琥珀可以吸引一些小東西 剛剛講過了希臘人把這個現象叫做所謂的電 所以呢這樣在電那個名字 就是從希臘的琥珀這個字所演變過來的 希臘人這樣說的 那是以前就有這個現象磨一磨會吸東西 然後這位大哥就做了一頭拉骨的實驗 東坐西坐東坐西坐 所以他會發現帶電的東西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會互相吸 一個是會互相排斥 這就顯示了電至少有幾種 兩種 所以有的會吸有的會排 他就取了名字 當時取的名字叫做琥珀電跟玻璃電 那琥珀電就是現在我們所交的負電 玻璃電就是我們現在所交的正電 他就當時的名字 一個叫琥珀電一個叫做玻璃電 他做完之後發現電應該有兩種 然後這兩種就有一個作用 是你們小學就學過的 同性戀相似 異性戀相吸 這小學就學過的 再講一次 但是要請注意 互相吸引的 除了異性戀會相吸之外 帶電的還會吸引 不帶電的 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跟你解釋 為什麼帶電的會去吸引 不帶電的 只告訴你結果你就記下來 所以排斥叫做同性電相似 而吸引有兩種狀況 一種叫做異性電會相吸 另外一種叫做帶電的會吸引 不帶電的 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的 這是相吸的情形 那這個東西要記住 很簡單你小學就已經學過了 所以就有這樣的問題 考試就有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問你他帶什麼電 畫一個狀況 有人相吸有人相似 請問你他帶什麼電 第一個請問你 B會帶什麼電 B是帶什麼電 C帶什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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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帶負電 豬帶什麼電 Number one 1號 帶正電嗎 到底哪一個 正電還是不帶電 兩個都有 請坐下 B費AC A帶正電 B可以帶負電或者是不帶電 可是他一定不是不帶電 為什麼 因為他跟C互相排斥 不帶電就不可能會有排斥 所以B一定帶負電 但是呢 然後BC互相排斥 所以帶同性電 所以C也帶負電 負電會吸引豬 剛剛講過兩種情況會互相吸引 一個叫做異性電相吸 所以負電會吸引正電 另外一個叫做帶電的會吸引不帶電的 所以豬也可以是不帶電 所以豬的答案叫做帶正電或者是不帶電 就是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電的彼此的作用 小學就念過了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OK